接下来我们要制作的程式码是喷壶的程式码 喷壶事实上在我们这一个程式里面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首先各位同学看一下它可以左右移动 左右移动是用Picoball上面的滑杆来协助移动的 另外一个就是刚刚我们在舞台设计的时候 有一个叫按下按钮 会送出一个广播叫做胶水 当它接到胶水的广播之后 它就会做胶水的动作 接下来我们就来做程式码的一个撰写 首先第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需要使用到滑杆的侦测值 所以在资料这边请各位同学制作一个变数 我们就叫这个变数叫滑杆好了 在这里呢我们基本上就是需要重复的去读取这个滑杆的侦测值 好所以我们就是重复执行 好在这边的话我们就将这一个滑杆的 那这个侦测值呢设为这一个 Picoball的滑杆侦测值 好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 事实上呢我们这一个喷壶的位置 它的这个X坐标呢会受到我们的这一个滑杆侦测值的影响 好在这边的话我们就到动作这边就是移到一个位置 好在这边的话呢之前我们有跟大家讲 如果要让滑杆能够平均分配在这个荧幕上的话 我们需要做一个转换好那在这边的话 我们就先来做一下转换的部分 好那在这边的话就是滑杆 24然后除以5 好然后之后呢再减掉这个240 那这个程式码撰写好之后呢 呃当绿期被点一下的时候呢 呃这个喷壶就会受到我们滑杆的影响 然后呢做一个左右的移动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处理了是呃有关于喷壶造型的部分 好那因为喷壶会呃有左右两边所以他出水的可能 可能是从呃左边出水或右边出水好 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先设一个变数 好先来储存一下呃到底是左边还是右边 所以我们储存一个变数叫呃喷壶造型 好那当我们程式刚开始运行的时候 好我们先将这一个呃造型呃切到这个造型一 好那这时候呢全部都是呃喷壶嘴是在左边啦 好那这时候呢我们就给他一个变数的值好用来 好那接下来呢呃我们可能就会用这个滑杆做移动 好那当他如果呃碰到呃这边的时候 好那当然他他的这个这个还是会是用这个造型这个部分 但是如果碰到这边的时候他就会反过来 好所以我们就是透过碰到这个呃边缘或是超出边缘的时候 呃他可能就会有不同的这个呃喷壶就会做一个翻转 好那在这边的话我们就进行程式码的撰写 好那基本上呢就是做一个重复执行侦测的一个动作 好那在这边的话呢我们就先简单设两个条件好了 好如果呢他的这个x坐标 好那如果x坐标大于 好大于呃220 好意思就是他已经跑到这边来的时候 好那我们就让他造型做一个翻转 那我们就切换到好这个造型4 好那造型4呢事实上就是这个喷壶嘴在另外一边 好那这时候呢我们还是我们将这个变数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记录 好这时候呢我们就将他设定为1 好这个最主要就是协助我们记住他是在左边还是右边 好那我们这个我们可以做一个复制啦好那如果说是小于的话 好小于负的220好也就是碰到另外一边的时候 然后他又切换到这个造型那这时候我们就把它储存成0 好那这样感觉就是有这个喷壶会不断的会翻转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段程式嘛 好基本上刚开始的时候是造型1 那我们做一个变数来做一个储存 那他在呃可能会碰到这个边缘的时候 就会做切换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呃喷壶的造型看是左边还有右边的这一个词把它记下来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做这个浇水的动作 那各位同学还记得我们在舞台写这个程式的时候 呃当使用者哈或玩家按下按钮的时候 我们送出一个浇水的广播 好这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那喷壶呢就会有一个对应的一个动作 好那当喷壶呢接收到这个浇水的这个广播的时候呢 他会先检查看看现在目前是属于哪一个造型 好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就做一个判断 好那基本上有两个状况嘛 呃要嘛是0要嘛是1 好那如果是0的话 好那这边的话我们来做一下 好那如果是0的话 呃喷壶的这个造型等于0的时候 那我们基本上就从左边这边切好 好所以那我们的造型就会使用到123 123好那在这边的话其实不是很困难啦 然后所以我们就基本上呢就是做一个逐步的一个切换 好那这时候呢我们就从造型 12还有3的部分 好就用这三个造型做变化 然后呃之后的话我们还会 好那基本上的话就是中间我们可以间隔一个时间点 好所以各位同学可以感受到我们就是312321好 所以就会有那种下去再上来的这个感觉 好那我们中间呢就可以切个呃0点1秒 那这个部分可以各位同学可以自己去做一个调整 好那我们就把它切起来 好那基本上就是这样那我们可以再复制另外一个哈 那另外一个是处于456 好那我们就把它接进来好那基本上这样就可以了好但是呢 那在这边各位同学可以看到哈他基本上只有处理到这一个呃噴壶 好就是这样呃向下搅水的这个动作好那但是在这个同时哈当他到了这一个呃最低点的时候 好我们事实上是需要再送出另外一个广播好去告诉水滴好现在该你出场了 所以在这边的话呢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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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还是不大相同 所以这个会因为它出水位置不同 所以可能要有一个调整 所以我们就送出两个可能的广播 一个是从左边出水 一个是从右边出水 那这样子的话 基本上这个喷壶的程式码就完成了